每到放学的时间 小朋友总是要在校门附近等待父母接送 为了让这等待区更加舒适 并且美化校园环境 清水国小决定要在校门旁边设置十多个空心砖 成为学生们的简易座位 并且广邀五六年级生对绘画有兴趣的 让他们各自发挥创意巧思 将这空心砖踩回上校园里的蝴蝶、小鸟、金柜子等等 细腻的呈现 也让人看到孩子们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力 小朋友拿起画笔 画出各种五颜六色天马行空的彩绘图案 为空心砖填上新风貌 清水国小为了让学生能够在放学时刻 可以坐着等爸妈接送 特别在校门旁边设置十多个空心砖 并邀请学生自由彩绘 美化校园环境 然后饱和度比较高 你这个这样涂下去之后 它下面那个地砖 方块砖的那个洞洞就会整个填满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比较漂亮 那我们一开始有想过非常多的方案 有想过彩绘椅子 或者是彩绘其他的东西 可是后来有考虑到可能气候的因素 它要摆在户外的因素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用彩绘方块砖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让他们自己来彩绘 自己来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可以好好的 作为他们喜欢的等候的后车亭 名之为幸福后车亭 校园表示 这次一共邀请25位来自五六年级 对绘画有兴趣的学生 让他们各自发挥创意巧思 不管是校园里的蝴蝶 小鸟还是金龟子等等 全都透过小朋友们的画笔 成为彩绘空心砖的题材 细腻的呈现也让人看到 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 因为我们学校生态丰富了 常有蝴蝶飞来飞去 所以想要把蝴蝶画在校园中的 那个状态上面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金鱼 然后这我对画画也有兴趣 他要注意的细节是他的眼睛 因为他眼睛是黑色 万一画到别的地方 就会涂黑了 我画的主题是天堂鸟 因为我们清水国小环境很好 体育师那边有两个天堂鸟的潮 我不想去干扰他们 我画的就是我心目中的天堂鸟 不同于以往在纸上作画的经验 小朋友们都感到相当新奇 而这些彩绘完了空心砖 之后也将涂上防水漆 增加涂画的耐用性 而校方也表示 希望透过彩绘的方式 让校园接送区能变得更加活泼 记者陈伯瀚台中文报道